说父爱如山 你看当爹的 稀罕你自己的儿子来 哪有口肉都得给孩子留着吃 别说肉了 那小时候我要星星 我爸打开手电筒 就让我顺着光珠往上爬 你家是这样的 这么的 你劝咱爸平时少喝点 多吃点菜 我爸那是幽默 你懂啥呀 说这父母对孩子的爱 那是无私的 孩子们也能感受得到 但是反过来 如果说父母有什么需要 那孩子们又会怎么做呢 必须十倍百倍千倍的 暴打回去 你咋那么咬牙切齿的 你这是要暴打 还是要报仇啊你 我这是表达决心嘛 这古人有一句话 叫羊羔贵乳 乌鸦反捕 今天呢咱们就来体会一下 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眼前这个小男孩胃口特别好 他面前摆着四个大碗 每一碗都装满了肉和菜 而这些时 他一顿的餐料 除了一日三餐 顿顿有肉 他每天还要吃五六个鸡蛋 喝四五喝牛奶 同龄的孩子还在厌食 陆子宽为什么每天要吃这么多 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找一百斤给我爸 叫我再给我爸 原来在陆子宽三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陆炎恒 突然被检查出骨髓增生意 肠综合症 家中的顶凉柱倒下 让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五口之家 一下子变得阴语密布 为了让妈妈更好地照顾两个弟弟妹妹 爸爸每次去医院检查 都是由陆子宽埋童 小小的个子骑着电瓶车 背着爸爸 看起来像个小大人 父亲住院时的生活齐居 全由陆子宽一个人负责 给父亲打饭端水喂药 父亲输液的时候 他就默默地守着 故事姐姐问他 你这么小 每天在医院守着 不会觉得无聊吗 陆子宽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没事 我自己一遍 陆子宽坚定的语气中 透露出的是对父亲深深的爱 爸爸的血肠归检查出来了 薛小板远低于正常标准 这意味着爸爸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必须赶紧进行骨髓移植 家里的三个孩子 都去做了骨髓配型 但是检测结果显示 只有陆子宽是最合适的捐献者 想到伤害孩子的身体来救自己 陆子宽的爸爸坚决反对 我看着他太熟了 不太辛苦 陆子宽的妈妈 也陷入了痛苦的选择 一边是自己的丈夫 一边是活泼可爱的儿子 这样的选择让他心里交瘁 然而董事的陆子宽却非常坚定 他说他是一定要救爸爸的 当时十岁的陆子宽 体重只有60斤 而骨髓移植的体重标准是90斤 这已经相当于一个成年女子的重量 对于年仅十岁的陆子宽来说 这无疑是很大的困难 就算能增肥成功 那么他的身体也一定会受到伤害 但是不管爸妈怎么说 陆子宽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增肥 挽回爸爸的生命 10岁的年纪 本该无忧无虑在父母怀里撒娇 别的孩子还在挑食的时候 陆子宽已经背负上了生命的重担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在儿子的一再坚持下 爸爸最终统一了骨髓移植 为了能够快点增肥给爸爸看病 陆子宽还制定了一份饮食计划 这么多好吃的可以敞开的事 本是一件开心的事 然而没过多久 陆子宽的身体就因为猛然增肥 亮起了红灯 不仅如此 陆子宽还出现了半夜睡不着觉 头疼 肚子疼的症状 妈妈说起儿子的情况 心痛不已 不住地流泪 而当被问到这样增肥 会不会很辛苦 陆子宽只是白白瞅说没事 自己身体上的煎熬 并不能阻挡陆子宽 想救爸爸的决心 增肥那段时间 陆子宽每天放学回家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撑撑体重 每当看到体重增长缓慢 或者有所下降 陆子宽的心里都有 说不出来的难过和心酸 然后他默默下定决心 自己一定要多吃点 我特别伤心 好了 后来后面闻了更多的吃 三个月的时间里 为了能够增肥给爸爸捐骨髓 陆子宽靠着惊人的毅力 从60斤长到了90多斤 刚看到体重称上的数字达到90 陆子宽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终于达到了骨髓移植的体重标准 这可给他烤100分买好玩的玩具 都让他高兴 因为父亲今年的生日快到了 这将是他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 陆子宽和爸爸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 坐骨髓移植之前 最后的检查照片里 陆子宽骄傲地举着化验单 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害怕 爸爸住进了无军室 陆子宽又一次担起了 每天给爸爸送饭的众人 但看到爸爸在病房内发病痛苦的神情 陆子宽趴在玻璃前 心痛得泪流不止 陆子宽是一个坚强的小男子汉 在做骨髓穿刺时 他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却在看到爸爸时再也忍不住了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把自己的血用在爸爸身上 这样爸爸就不用再难受了 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 爸爸在术后的恢复也很好 两年多过去了 陆子宽的体重没有变 但是身高长了20公分 现在看上去还是那么的健康又阳光 陆子宽这样乐观善良 百折不挠的品质 感动了无数人 同样赢得了无数的祝福 他将来的人生一定也是一片光明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越走越宽 孝心动天下 跟我一样 跟谁 跟你 你可别跟人家比 你像他这么大时候 还跟你爸要星星的 你不刚才刚说完吗 咱说人家小伙 谁不服 尤其让人佩服的是 这个小男子汉的 勇敢和达官的心态 你便以为可劲造是好事 过犹不急 什么玩意一超过极限了 都是一种负累 还有伤害 你说三个月内 需要他增重几十斤 这个任务真是不轻松 有些肥胖的患者是吧 他就说 我一定要瘦三个月 你瘦几十斤试试 同样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事 你看对于这事 咱们的会员又有话要说 这位叫小明爸爸 他说了 这孩子行啊 爸爸没白疼他一回 另外一位会员 叫高奶奶 他说了 现在这孩子都是娇生惯养 不少家庭都以孩子为中心 这个节目就应该让家长都看看 让孩子从小学会 什么叫做担当 各位老铁 对这个事您是怎么看的 欢迎来到咱们的会员平台 发表一下您的高见 好